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不分白昼 上门调解 能否让母子打破隔阂 她七年的坚持最终又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妇孺劫之的 就别说你这三痴男儿 新时代正法阴谋系列人物展播 新软的女法官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画面中的这位白发老人是孟大娘 今年已经79岁了 而站在她旁边的是林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田亚新 那么 一位是年近八旬的老人 一位是法官 他们一见面 为什么这么熟络亲切呢 原来田亚新是专门来看望孟大娘的 而时不时来看望孟大娘 这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来四五次 少的时候隔两个月也得来一次 这件事似乎已经成了田亚新的一个日常习惯 而在孟大娘的心里也早把田亚新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了 大娘的大女儿 比我这亲 闺女还亲你 呀 你不知道有关心 有得花钱 好吃的给我买上 呀 我这个心里就不知道怎么着感谢她 真是我这心里就问你今天你拿点东西 我真是念我里不跌 我心里跌了一块 那么 田亚新和孟大娘是怎么结缘的呢 田亚新给我们拿出了几张照片 他说 现在的孟大娘身体健壤 精神抖擞 可七年前的孟大娘可不是这个样子 而为了能让孟大娘生活得舒心 田亚新努力了七年 那么七年前 孟大娘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看这爷人呀 真是喜悔的 不得了 没法子 反正是耳朵 耳朵定是哪 你说 你没有儿子吧 说不管老人 你三个儿子没人管 这样 你在村子里面 这就是一个笑话了 就是现在孟大娘住的那个院子 将来这个抚养的这个事情 就是把这个院子就掺和进来了 说到底啊 三个儿子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 归根结底呢 还是出在老人的财产问题上 儿子们的想法让孟大娘心寒不已 你说这家里啊 就这么一个破旧的老院子 还有吉隆地 有什么可争的呢 由于三个儿子迟迟达不成一致 孟大娘呢便找到村干部帮忙协调 可结果啊 却在儿子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为了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 村干部向孟大娘提议 实在不行啊 可以去法院起诉 可没成想呢 孟大娘却不想这么做 咱不想 非得非得做 但是那非得做 我就拿着这里嘛 那在这村子怎么老的嘛 人都有个脸面嘛 这时候啦 老人想的更多的还是儿子 那么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呢 随后 村干部找到了时任临焚市洪铜县 甘庭人民法庭的庭长田亚新 希望他能帮帮忙 村干部说 这个事你看能管吗 我说能管 这种特殊情况 咱就特殊办呗 不用起诉啦 我去村里去 对于当时已经从事20多年审判工作的 田亚新来说 孟大娘的是 如果简单依照法律条文去解决 根本不算什么难事 可田亚新并没打算这么做 知道了孟大娘这件事的当天 田亚新就和她的同事去了孟大娘家 眼神是呆滞的 腰是公的 然后那个手上那个老简都开裂了 就是还裹着胶布 老太太就给我说 说是说 我这一天吃几斤面 一个月吃几两油 然后是喝多少水 用多少垫 还有药 除了补助的 村里补助的 我还需要吃多少颗 最让我感动的是啥呢 她还一瓶 她还弄出来说 这还有几颗还能吃几天 咋抛几天的 算到这么细 总共算下来不到120块钱一个月 所有的开支 老人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一句话 都让田亚新心疼啊 她是一名法官 同时也为人子女 老人就这么点需求 三个儿子有什么理由不能满足呢 多年赡养纠纷的调解经验 让田亚新明白 要想真正让老人过得舒心 那必须彻底打开儿子们的心结 让他们发自内心的 好好对待母亲 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接下来 田亚新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她又该如何面对呢 我一个人管老太太以后 这个房院财产 还有她的弟全是我的 面对不讲理的儿子 柔情善断的她 又会如何应付 但是她会一如客康 老百姓都永远听她说 别人眼中的她多管闲事 她却说百姓的信任 就是她的福气 但是作为田亚人来说 她的案结了以后 她还要关心这个案子 到底结没结 新时代政法英模 系列人物展播 《心软的女法官》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田亚新了解到 孟大娘的二儿子 常年在外地打工 有时候一年都不回来一次 过去就数老大和老三 照顾老人最多 可是在赡养母亲的问题上 偏偏就是老二家意见最大 老二说啥老二说 要我管他们就别管 要他们管我就不管 她就要一个人管 为啥 人家后边有话 我一个人管老太太以后 这个房院财产还有她的弟全是我的 连这几天 田亚新和她的同事 给老二一家说法讲理 可对方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这可把田亚新的爆脾气给点着了 眼看孟大娘的二儿子 一副魂不吝的样子 田亚新决定和孟大娘商量商量 给老二来点硬的 可是一听还要上法庭下判决 孟大娘瞬间坐不住了 她坚决表示不想给儿子们添麻烦 老太太多顾念亲情 她怕儿子这怕儿子弄 那我真的说不让她二儿子管了 她二儿子你说败姓吗 在村里能落得起吗 别人都管她不管 那老太太长时间了 这不是亲情也没了 我说我不能一起用事 孟大娘不想这么做 其实田亚新也没真打算这么做 开庭判决那是比较容易 可是在赡养这样的家事上 却未必会有最好的效果 法律不外乎人情 这么多年来 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 田亚新一直将最大程度的 从根上划进矛盾 让当事人顺心顺意 当成解决家庭纠纷本工作的原则 这样做谁都知道 需要付出的辛苦要多得多 可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当事人 因为能感同身受 因为有着一份柔情 这么多年来 田亚新都坚持下来了 在和同事商议之后 田亚新便开始不厌其烦的 一趟又一趟的 往三个儿子家里跑 希望他们明白 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也希望他们能够大心眼的 对母亲好 几天几夜的辛苦 田亚新终于做通了 孟大娘三个儿子的工作 最终三家协商一致 每家轮流赡养母亲一年 期间 三人除了要承担老人的吃喝拉撒 以及一切日常所需之外 还要承担三百元以内的医疗开销 多出去的部分再均摊 孟大娘说 三个儿子能有这样的变化 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多亏人家 我眼睛斩劲 我还挺得着的 心情好 身体好 别舌头好 你来坐坐 你坐坐坐 孟大娘的赡养问题 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可是田亚新 却并没有彻底把心放进肚子里 从那之后 她隔三差五 就会去孟大娘家 进行定期回访 这一坚持 就是整整七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问田亚新 案子结了 你的工作就可以画上句号了 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些琐事 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田亚新却说 能得到群众的信任是她的福气 作为田店长来说 她的案结了以后 她还要关心这个案子到底结没结 我就觉得真的是 能给他们一点帮助 燃起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希望 我觉得挺好的 自己也有成就感 感觉到挺有价值的 作为一名家事法庭的法官 日常接触到的更多的是 最贴近民生烟火器的小案件 在办案过程中 田亚新主张使用调而不是用判 以情动人以情调解 她在田间地头或者农民的家门口 开庭办案 把老百姓的事 当做自己亲人的事情一样 去用心对待 从事审判工作28年来 田亚新 共审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3000余件 调撤率达到了80%以上 主动旅行率达到了87%以上 扶判稀疏率达到了100% 无一起错案 无一起上访信放案件 对于弱势群体 她更是付诸了大量的心血 在她担任林坟市干庭人民法庭庭长的那六年时间 经她办理的善养案件 全部得以调解或撤诉 无一起进入执行程序 田亚新说 在办案当中 判决不是终点 为当事人解法结了心结 这个审判工作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今年年初 田亚新 从林坟市干庭人民法庭 调到了林坟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担任执行局副局长的职务 这一年多来 她还承担着法院的家事审判工作 今年三月份 她接到了一起案件 夫妻俩 在孩子九个月大的时候协议离婚 孩子由父亲抚养 一年之后 孩子的父亲 因突发腰椎肩盘突出 家里老人 又没有帮她照顾孩子的能力 于是 她便将孩子 暂时委托给了邻居抚养 起初 她每个月 支付给邻居一千五百元钱 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一年 见夫妻俩对孩子特别好 再加上 对方婚后多年未孕 于是孩子的父亲主动提出 要将孩子送养给这对夫妻抚养 双方最终达成了收养意见 然而 平静的生活过了七年 孩子的生母却突然出现了 七年多 她的生母 一直都没有看过孩子 起诉以后 医生说 要改变监护权的这种情形 没有证据 所以把她的起诉给驳回了 驳回以后她就上诉 田亚新了解到 虽然这七年来 孩子的生母对孩子 从未经过抚养义务 但是 孩子的生父 和抚养孩子的夫妻之间 也未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 一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一边是养了孩子七年 跟孩子有了深厚感情的养父母 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七年前 生父将孩子送养给邻居 七年后 一度消失的生母 却要夺回孩子 这边收养关系不合法 那边抚养义务未尽到 监护权是否改叛 孩子又该何去何从 人家别人说 丢了孩子 或者孩子咋是割肉呢 在我这不是割肉 是湾心的 心软的女法官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在送养孩子这件事情上 孩子的生父和天亚新说 当年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刚接到这个案子 我们确实很纠结 因为啥呢 从法律上来说 人家生母的起诉是有依据的 因为你没办理收养登记 这个孩子到底是 应该判给他的母亲 让他母亲亲自去抚养 还是说 孩子仍然留在养父这儿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判断 真的是决定影响着孩子 他一生未来的发展 判的不是案子 判的是孩子的未来 接到案子后 田亚新想的更多的是这个问题 于是田亚新和他的同事 随即动身前往太原 希望找到抚养孩子七年的夫妻俩 了解孩子的生活状况 对 对 对 好好好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告诉我 你叫什么 我得记住你名字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姐 你过来 你站在这儿能比我高吗 算咱起床阿姨 你会叶哈伤伤 你会叶哈伤伤 他一抱 躲在他奶奶后边 下来以后 他爸随手把他的手 就搭在小孩的肩膀上 那小孩很自然地把他那个小手 就搂在他爸那个粗粗的腰上 就这么一个很小的细节 我转身的那一刻 我心里都感动了 我就觉得 这个养父对孩子 他真好 孩子能这样和他养父一种关系 我们心里就觉得 我心里踏实了 之后通过调查走访 田亚新和他的同事了解到 为了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 抚养孩子的夫妻俩是省吃俭用 田亚新说 他能感受到 这一家人在用他们的全部的爱 来爱这个孩子 他说我有时候跑长途 我就带几碗方便面 在服务站都有热水 我一冲就行 为啥 我能挣下钱 然后给我家孩子提供好的环境 我要给他交学费 我要给他买好衣服 他就说 你们要带走 我就没干活的希望了 我没心劲了 人家别人说 丢了孩子或者孩子咋是割肉呢 在我这不是割肉 是弯心的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田亚新 改变孩子的监护权之后 究竟是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利 还是会让孩子受到伤害呢 带着思考 田亚新和他的同事 连夜回到林粉 进行合议庭讨论 而这一夜 让父母一家彻夜难眠 两天之后 案件开庭了 在庭审中 孩子的生母和老爷 坚决要求变更孩子的监护权 希望把孩子 从所谓的养父养母手中要回来 而孩子的生父 却坚持让孩子 跟着养父养母继续生活 双方僵持不下 不过这个时候 田亚新的心理 却已经有了决定 这个案子 我们把所有涉及到的 这些亲人 有关系的人 我们全部都调查 走访了一圈 回来我们以后 就根据我们这些 合议庭的意见 还是认为 孩子跟着现在的养父 成长更对他有利 在这种观念下 那如何去对抗 这个没办理收养登记 这个法条的规定呢 咱们就用这个民法典 他这种精神原则 去判这个案子 他就是说 从遵循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原则 给更多的付出爱 付出这种亲情 让孩子能健康成长 这种事情 我们应该去支持 去弘扬他 按照这个思路 田亚新 反复耐心地 给孩子的生母 以及老爷 做思想工作 终于取得了效果 你同不同意这样呢 是吧 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真好 咱们的孩子多有福 现在有这么多人 都这么爱他 是吧 他们说 做好爱的加法 共同去 让这个孩子 怎么样更能健康地 快乐地成长 是吧 大家达成了一个协议 反正是特别感激 您都是四千 也劳心费力的 没事 没事 我应该做的 你看你这个 我处理的就成功了 在我就是前五个年前 我那个孩子 就有一个儿子 中间的孩子 但是我就没处理成功了 我到现在我现在处理 我还说我有工夫在哪里 我就希望 把我们的家事审判 也打造成一个 就是家庭建设的 一个战场 为啥 家庭和谐了 子女好了 大人好了 整个社会关系都稳定了 新时代 咱们的法律 是善法 结合老百姓的司法需求 咱们的法官也在良智 让他感受到 司法确实不是冰冷的 也是温暖的 也是有人情味的 工作28年来 一份份艰辛与付出 让天涯新的工作 不仅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和领导的肯定 更是成就了 那铺就在法治之路上的 一根根枕木 一块块基石 2016年 田亚新 被林焚市洪铜县人民法院 评为先进个人 2017年 田亚新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 评为全国优秀法官 连续两年 被林焚市总工会 评为五一经国标兵 2018年 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今年被评为 山西省新时代政法英模 田亚新说 在今后的工作中 他将继续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上 展现更大作为 在创新平安建设上 实现更大突破 为服务林焚和谐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福り 银河新